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,曾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中心之一,隋唐时期,它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都市,风光无限,可唐朝灭亡后,西安却渐渐被历史的都城名单所遗忘,直至彻底与首都身份无援,为什么呢?是地理位置不再重要,还是政治,经济格局的变化让它失去了优势? 明明曾经是帝王们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,为何又被历史冷落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事说,关于西安的辉煌历史,网上曾经有个段子说,没有千八百年历史的东西,都没资格进省博物馆,要想找百八十年历史的东西,自己扛个铁锹到城外随便挖一下就行,这个段子虽然有夸张的成分,但西安的辉煌历史却是不容置疑, 自西州开始,长安就成为中原王朝的都城,此后一直到唐朝,中原王朝或统一或分裂,西安一直是都城首选,西安古称长安,从公元前1046年开始,西州王朝的开国君主周五王激发,就选定了地势平坦,资源丰富的渭水流域,作为都城的所在地, 最终,周五王集,全国之力,修建了都城封号,位置就在如今的西安市长安区,这里逐渐发展成西州的政治,经济和文化中心,直至公元前771年,西安一直都是周王朝的首都, 考古人员在封号遗址的发掘过程中,先后发现了大量宫殿,宗庙和祭祀遗址,以及贵族墓葬群等,让我们可以一挥西州的历史风貌,等到史皇帝完成四海壁六国一的丰功伟绩后,首次实现大一统的秦王朝,经过一番考察以后,最终将都城定在咸阳,秦室的咸阳和如今的咸阳虽然同名,但位置并不完全一致, 那时候作为首都的咸阳,大概在金西安市和咸阳市之间的位置,两个地方都占一块,西汉时期,一直以西安为首都,到我国古代穿越第一人王莽篡围后,改长安为长安,仍然将其作为首都,东汉市虽然定都洛阳,但一百九十年董卓胁迫汉县帝还都长安,这里再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中心,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中心,自东汉之后, 中原王朝陷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,两进南北朝时期,诸多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,不断上演黄袍加深朝代更替的戏码,这个混乱的历史中,有六个朝代将都城建在长安,包括西晋,前兆,前秦,后秦以及西魏,北周每一段时期虽然都不长,但确实是王朝的统治中心,隋朝时,中原王朝结束分裂状态,隋文帝杨坚定都大兴, 也就是如今的西安市市区,宇文凯负责规划建造,设计了国城,皇城和宫城三大部分,为以后的首都行制奠定基础,隋朝同样二世而亡,紧接着建立的唐朝,也定都长安,并在之前的基础上加以扩建,西安迎来了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,也成为其最后的余晖,唐朝灿烂的文化吸引着周边国家, 丝绸之路更让唐朝的影响深达西域欧洲,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,面积达84平方公里,人口超百万,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城,不过后来也为安史之乱遭受重创,唐王朝 逐渐走向下坡路,西安的辉煌也逐渐落幕,唐朝分崩离析后,南北宋偏安易于,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,西安逐渐失宠,再也没能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,虽不能说自唐朝以后就开始没落,但地位却是大幅下降,曾经的都城首选之地,后来变得不受欢迎,背后隐藏着什么原因呢? 一个王朝选择都城,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,选好了那是千秋万代,选不好那只能二十二亡,当然,这些说法都是忽悠人的,同样是定都长安,汉唐就绵延几百年,秦随就二十二亡,都城选指首先地势要好,交通便利且一手难攻,两个看似矛盾的要素必须完美统一,古代打仗讲究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交通便利方便几方转运粮草, 保证打仗时候不会因为缺粮导致失败,一手南宫市都城周边有重要关隘,少量兵力守住就能阻断敌人进攻,确保都城安全,在后方无忧的情况下反击敌人,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 我国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着北方强敌的威胁,如何遇敌于国门之外,减少游牧民族带来的威胁和伤害,是中原王朝的重要任务,位于关中平原中心位置的西安,很多方面都满足这些条件,这里土地肥沃水量充沛,粮食产量有保障,可以供养更多人口。 满足长安城的粮食需求,战争时还可以就近提供军粮,另外,西安靠近黄河,周围也有渭河等河流,水路交通都比较方便,在古代那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,水路和陆路交通状况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,再就是西安位于关中平原,周围有摇关,子武关,洛谷关等关隘,可以有利保障西安都城的安全。 有了以上这些变量条件,再加上历朝以来对西安的大规模营造,在这个基础上扩建都城,总比另起炉灶要省钱省力,有人有地,有钱有粮,还有初步建筑基础和安全保障。 西安就这样毫无意外的被多个王朝选定为首都,书写着一次又一次的辉煌,西安自身的优势确实很大,不过自唐朝以后,西安就再也没能做过中原王朝的首都, 也为和之前相比,西安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,唐朝安史之乱。 重创了这个华夏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,也给西安这座城市带来毁灭性破坏,人口大量逃亡,建筑损毁殆尽,虽然此后唐王朝镇压了这次叛乱,不过也自此走向下坡路,都城被攻破,皇帝仓皇而逃,首都安全感彻底摧毁,给整个王朝留下了巨大阴影。 唐朝中后期国力大幅下降,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骚扰,每次西安都是首要进攻目标,最终唐王朝迁都洛阳,谁也没能想到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,西安彻底结束了作为国都的历史, 其实,战乱只是导致西安无法作为国都的诱因,真正原因在于地球气候的变化,一记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识荔枝来,这句唐诗每个人都知道,但大家不知道的是,这里的荔枝可不是从广东那边送过来的, 也为那时候的广东还是瘴气丛生的岭南之地,是未开发的流放之地,而且以荔枝难以保存的特性和当时的交通条件,广东荔枝送到长安,估计长的毛都二十长了, 据考证,当时的荔枝就生长在长安周边,古时候气温至高,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,毕竟河南历史上可是有过大象存在的,而大象一般都生活在亚热带地区,温度高不到一定的程度,是不可能在河南生存的, 因为当时气温高,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,还有周边的黄土高原,都是降于丰富植被茂盛之地,粮食产量也能满足需求, 但后来随着地球气温降低,雨线难以,这片地区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,黄土高原植被逐渐消失, 关中平原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,供养百万人口的大都市,压力越来越大, 粮食转运成本也逐年增高,正是因为气候的变化,才导致西安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,此后再也没能成为首都, 不过后来还有一次最接近再次成为首都的机会, 那就是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,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想恢复汉唐荣光, 准备把都城建在西安,还派人去考察过好多次, 不过后来也为太子朱镖暴毙,迁都事宜被搁置, 在后来朱棣造反成功定都北京,西安错失机会, 西安作为国都的辉煌已成过去, 但在现在这个崭新的时代,西安正在开启新的流量密码, 作为一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, 西安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文化旅游胜帝, 使皇帝留下的兵马俑, 唐朝留下的大雁塔,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建造的钟楼, 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厚重的历史感, 彰显着华夏文明的灿烂与辉煌, 在打造旅游胜帝之外, 西安还依托西北地区核心城市的地位,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力资源, 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。 在航天航空、电子信息等领域, 西安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, 现代科技与灿烂历史在这里巧妙融合到一起, 丝毫没有冲突的地方, 古都西安历史辉煌, 未来也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, 毕竟在这座城市背后, 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, 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 大树底下好城梁, 国家在发展,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西安, 自然也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, 古都西安, 未来可及。 史念海谈到古都时说, 在选择都城时, 自须各就所及的土与衡量斟酌, 不过, 一般说来, 自然环境和经济, 军事以及社会基础都应考虑在内, 而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古都, 在这些方面可谓占尽天势地利, 据史记或直列传记载,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, 故关中之地, 于天下三分之一, 而人重不过十三, 燃亮其腹, 十居其六。 秦汉时期, 广大的南方地区尚未开发, 肥沃的关中平原, 是天下经济的中心, 土地, 人口占到了天下的大约三分之一, 而物产更是达到了十分之六, 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正是因靠这些丰富的资源统一了天下, 军事防御也是建立都城的重要考量因素, 正所谓建邦涉都, 接封贤祖, 山川者天之贤祖也, 城池者人之贤祖也, 城池必依山川以为故。 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, 山川是行军的巨大障碍, 而秦中披山带河, 四散以为故, 促然有吉, 百万之众可惧也, 南有秦岭, 东有黄河, 重鸾叠杖, 可谓占尽了防御上的地利, 据同关尔东市, 何其雄灾, 在从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, 秦汉之堂来自外部的威胁, 如匈奴与突厥, 多在西北, 为了防御与出击, 必须囤一重兵, 处于国防安全的考虑, 政治中心要与军事中心尽可能的重叠, 不管从哪种因素看, 长安都是封建王朝定都的最优选择, 可谓天选之地。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变迁, 在唐代, 尤其是武则天时期, 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,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央官僚机构的膨胀, 加上关中地区长时间建都, 供养了超出其承受范围的人口, 资源也日益减少, 逐渐无法供养帝国庞大的行政中心, 新唐书, 食货制称唐都长安, 而关中号称卧野, 燃起土地下, 所出不足以给惊师, 甚至出现了皇帝去洛阳救食的现象, 所谓救食, 就是关中的粮食不够吃, 索性跑到粮食多的地方去, 救食的皇帝也被称作竹饭皇帝, 比如682年, 上亿关中机锦, 弥斗三百, 将姓东兜, 食出姓仓促, 护从之事有饿死于中道者, 关中地区发生了饥荒, 唐高宗理智让太子留守长安, 自己和武则天一起率领随从与部分官员到洛阳救食, 由于出发仓促, 准备不足, 竟然有随从人员再办到饿死, 关中地区粮食不足以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,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七百八十六年, 关中粮食不足, 连禁军也领不到粮食, 饿肚子的禁军发生了滑变, 正在这个街骨眼上, 两米运道解决了危机, 德宗大喜过望, 跑到东宫对太子狂呼, 吴父子的生意, 可以看出来, 长安的经济优势已经丧失了, 更重要的是, 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在唐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 在唐代, 经济重心难移进一步加快, 尤其是安史之乱后, 国家赋税多赖南方向关中的转书, 唐出江淮每年大约输往关中的粮食有一百二十万弹, 在天保年间则达到了每年四百万弹, 通典就指出关中遇内息, 偏天下, 老于转书, 但在古代社会, 转书的效率不高, 难以满足统治中心的巨大需求, 尤其是江南至关中路途遥远, 并且经过黄河险滩, 货物常常触礁而沉于黄河, 如709年, 关中基, 迷斗百前, 运山东, 江, 怀骨书京师, 牛死十八九, 曹运成本也非常高昂, 唐人录制就说, 金淮南诸州, 米, 梅斗当前一百五十文, 从淮南转运至东卫桥, 梅斗船脚, 又约用钱二百文, 继运米一斗, 总当前三百五十文, 原价一百五十文的米, 运费竟然高达二百文, 运费是货物本身的一点三倍还多, 对生产力本就不发达的古代社会, 这无疑是巨大的负担, 另一方面, 中唐以后, 启丹势力崛起于东北, 对河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, 为了防御起单, 唐政府在河北地区部署重兵, 并设节度式统兵御敌, 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, 后来也正是身兼泛阳, 平庐, 河东节度时的安禄山, 发动了安史之乱, 唐王朝险些灭亡, 显然, 以长安为都城难以控制河北的重兵, 长安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了,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 都城东夷一是大势所需, 北宋的宰相王诞就认识到, 长安, 洛阳虽云故度, 然地险而爱, 去东下辽远, 故汉治无处其国, 唐治山东河北往往强辈, 梁亦而难治也, 加起转前非变, 养给四方, 长苦千费, 看来长安丧失都城地位不是一朝一代的偶然事件,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, 终于在907年, 朱温带唐建良同时做了一个重大决策, 一生汴州为开封府, 建名东斗, 将开封升至都城, 同时下令将长安降为雍州, 也为洛阳在开封至西, 所以又将唐治东都洛阳改为西都,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, 都城地位离长安而去, 并且一去不返, 唐朝成为了今天西安所自称十三朝古都的最后一朝, 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下, 都城对整个帝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 政治上中央政府在此办公, 整个帝国围绕着这个点而运行, 工程之中上演着的政治斗争, 影响着历史的走向, 同时从都城位置的选择与变迁, 也可以看到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自然环境的变化, 所以说都城不是为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视角。